主席 各位同仁 謝謝洪慈庸委員你們的草案 這個草案也是目前 最關注我們正在修這個法的 公民團體們最關注的一個條款 等一下表決 雖然我們會看到民主進步黨的修正案裡面 並沒有納入這個條款 不過我在這裡 我要跟所有的環保團體 環保運動的好朋友們報告 作為一個全台灣保護國土 守護文化資產第一名的團隊 我非常非常充分的了解 今天這個條文表決完 大家心裡所感受到的美中不足 但是我還是要說明 今天雖然我們的條文沒有名列公益訴訟的條文 但是 違規的工廠 仍然可以被公益訴訟 雖然沒有納入公益訴訟的條款 並不代表違規工廠 無法被我們提起公益訴訟 因為剛剛如同洪委員所說 違章工廠所可能造成的所有形式的污染 在我們現行的法制體系裡面的規定 全部可以對它提起公益訴訟 這些法制體系包括 國土計畫法第34條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23條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54條 水污染防治法第27條 空氣污染防治法第93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73條 海洋污染防治法第59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72條 換句話說 從天空從空氣污染 到我們的土地 包括你的使用申請 包括我們土地的污染 包括毒性物質的污染 廢棄物的污染 到我們的地下水污染 到海洋所有形式 只要違規工廠 你造成了污染 而我們的主管機關 待遇行使職權 依現行的體制 我們全部可以對 我們待遇行使職權的機關 給予公益訴訟 是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我們沒有在工廠輔導法裡面 重複的再做這個規定 我再說一次 這不代表違規工廠 不被公益訴訟 可以的 謝謝